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出望外, 緊貼時代 黑枝衣味住是白州最長的一天 在西方日前就有那麼慢人 去英國地標矩石鎮迎接日出 在內地同樣舉辦了一個荔枝狗肉節 搞這個狗肉節,其實外界都有不少聲音 始終有不少人認為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也是的,即使他們離世,也有人會想像辦法 希望將他們的愛和思念延續下去 生老病死是萬物必經的階段 但面對自愛的親人或寵物離世一定會覺得很難過 不知道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生活成怎樣 但其實生命的結束是否等於關係的結束呢? 我就認為這份愛永遠都存在 跟我去調查 歌都可以唱 其實你沒有別離在我生活中 即使肉體齊去,但留下的不僅有思念 原來是還有實實在在的骨灰 可以將它以另一個方式呈現,變成一份永恆的紀念 我收到情報,灣仔有間玻璃工作坊 有位熱愛玻璃工藝的女生 幫人客將異故親人或寵物的骨灰做成玻璃品 到底是怎樣的呢? Simon 你好 為何當初會想到把骨灰放在玻璃製品裡 以及想帶出甚麼意義呢? 很小時候已經有一個想法 我可不可以將一些小去了的靈魂 或者一些存在意義上的東西 將玻璃和它結合在一起呢? 香港可能少有,其實外國也挺流行 每次做這些玻璃製品的時候 需要的骨灰份量是多少呢? 視乎你做玻璃製品的大小 1%茶匙的骨灰去做這個製品 其實除了骨灰之外 會否有其他的物品可以代替 都依然有那種紀念性在裡面呢? 譬如先人曾經帶過的一些手飾 包括銀器或金器都可以 都曾經試過有問過 可不可以是一些頭髮行不行 這件事其實頭髮是有些難度的 現時我們所知的是金、銀、骨灰 就絕對可以做到宇宙珠 骨灰雖然輕,但背後意義更大 視網說他們是找專門的玻璃製作團隊 去製作骨灰玻璃製品 因為步驟不可以出錯 所以製作過程要一剔過 以免對細細者有不尊重的感覺 而這項工序這麼專門 所以他們暫時都不會開班教授 和安排細細者的家人一起做 如果大家對玻璃製品也有興趣 其實也會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款式 裡面就沒有骨灰的成分 Kenji可不可以教我們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玻璃製品 好,首先我們要先拿一個透明玻璃 這個火有多高溫呢 1200度 你就埋火,可以炸前一點的東西 然後一邊轉著它 為什麼要轉著它呢 因為它一邊融,好像麻麻糖那樣的水 是 你不轉著它就會掉落地 拿出一粒生蠔 這就是先準備好的生蠔 裡面有一些銀的生蠔 你看到有些藍藍白白的物料 很有趣的感覺 加顏色 開始要加底色給它 現在就做一個釣咀 對呀,幫我們做一個釣咀 這個就是製成品 做好之後就放在這個供溫紗裡面 哇,這顆玻璃製是不是很獨一無二呢 可以感覺到如果裡面有骨灰的話 對於一些普通人來說 它會是一件裝飾又或者擺設 但是對於一些掛著已故親人的人來說 它絕對是一份心靈的安慰和回憶 愛是永恆的確說得沒錯 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 李麗珊報道完畢